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很兴奋要开箱这个BOKO M3 Pro 这是Pro的版本哦 为什么这么兴奋呢 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呢 这个BOKO M3 launch的时候 它的原价是$699 然后呢 我在Flash Air里面抢到了$499而已 然后呢 这个Pro的版本现在是还没有到马来西亚的 所以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是多少钱啦 但是 它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手机嘛 所以希望它的价格是可以在600到700之间啦 然后呢 这个是5G的哦 这有可能是有史以来会最便宜的5G手机哦 来我们要开箱咯 大家来看一下 里面有什么 这个贴纸真的太好看了 完蛋了 不是要说什么了 哈哈哈 哈哈哈 除了贴纸呢 还有什么呢 来一个手机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我看一下 还有这个 Charger一个 然后呢 还有这个 USB cable 然后就没有啦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机的配置 它的Processor呢是MediaTek Diamond City 700 它是支持5G的哦 然后呢 它的Display呢是6.5寸 90Hz的 然后它的电池容量呢是5000mAh哦 然后呢 它的Camera是Triple Camera 然后它的Main Camera是48Mp Fixer 来咯 哇 这个 哇 哈哈哈哈哈哈 哇我们现在开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其实很长得很不错耶 我个人真的觉得它长得蛮好看的啊 不知道你们喜欢吗 它是灰色 然后它是蛮reflective的 然后呢 我觉得它还蛮特别的 你们看一下它这个这边左上角这里 哇太cool了吧 然后呢它其实也蛮轻啦 我是觉得就是 对于女生来说呢 我是觉得它真的是还蛮轻的啦 好来我已经开了这个屏幕哦 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setup 然后呢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screen哦 它是90Hz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它是 会比较的smooth一点 但是也不是说超smooth啦 然后呢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selfie camera 这里 它就在这个中间这里 你们会觉得很大个吗 那个孔 嗯 然后呢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边边有什么的 边边这里呢 有这个fingerprint的这个解锁 然后呢还有这个volume调节 然后呢还有就是 它这个蛮好耶 就是还有这个这个耳机的这个连接孔 然后下面还有这个type-c的cabel 还有这个speaker 嗯这个手机大致上是这样子版 好今天的开箱就到此为止哦 到时候一个礼拜之后呢 我会再做一个一个review on这个东西 然后你们到时候再来支持一下哦 谢谢你们 拜拜